没有把自己 矿定到这个范围里来 就是 这类题材的角色 我非常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通过他们的 真人真事 通过 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外化出来 能够告诉 广大观众朋友们 我们生活当中 还有这样的人 我不主导 就是去专门去挑选 这类人物 但是这类人物 找到我头上 我会加以重视的 对 那还要看剧本 还要看整个创作班底 将来的发行 方方面面 都要综合考虑 我觉得 那种善良 那种真诚 那种 我觉得是值得歌颂的 我喜欢 这一类的角色 我不会拒绝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就认为 我演同一类型的角色 我演过了 我换一个类型 我说你换类型 就不存在挑战了 对吧 你今天演公安局局长 明天你把黄上帽子戴上 穿上黄袍 你还用你区别吗 这里还有挑战吗 就没有了 再加上历史故事不同 对吧 最大的挑战 就是在同类型当中 比如说你演村长 是吧 你连着演十个村长 但是是十个 非常鲜活的村长 这才是巨大挑战 对吧 如果你要是 历史年代就不同 人物相去甚远的那种 那就不存在挑战了 是不是 当然了 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反正我理解 最大的挑战 就是同类型人物挑战 而不是说相距比较远的 这种类型 那太轻松了 衣服就跟你区别开来了 是不是 实际上春节以后 我就有这个动意 想休息休息 但是就看剧本吧 如果剧本非常好看 那很可能会休息这个事 自己给自己定的这个假期